这一次赴美巡演的台北市民俗运动访问团 在行程第一站的休斯顿 三所中小学的青少年 凭着十足的默契 充分发挥了团队精神 做了一场完美的演出 也让当地观众看得连连叫好 毫不吝啬地频频送出热烈的掌声 今年由西园国小踢舰队 五星国小扯林队及红道国中跳绳队 组成的台北市民俗运动访问团 在休斯顿防演行程中 最后一场表演安排在休斯顿巧教中心 当天带来《我爱太阳》 与剑子的对话 《巧琳五兵分》及《摆动与跳跃之间》 等六大项节目 大家专注的演出 为这一次防演在第一站 就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让许多乔包及外国友人 看得头皮一阵发麻 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 由教练吕碧双指导的西园国小踢舰队 将原本纯粹动态的踢剑子运动 融合了静态的利与美 呈现出动静之间的对话 将我国固有传统的民俗运动 升华到更高境界 而五星国小的扯林队 在教练初见名的指导下 漂浮的扯林 灵活地游移在绳索之间 从回旋 缠绕 抛街 甩动 到学生纯熟地将扯林玩弄于鼓掌之间 充分展现人灵合一后的精彩与奥妙 另外节目之一的摆动与跳跃之间 由宏道国中的学生登场演出 在国宝级教练杨尊全的带领下 将学生与绳索缓缓相扣的情感 与摆动与跳跃之间自然流露 让现场观众第一次感受到台湾神乎奇迹的跳绳魅力 我信念跳绳大概有三十年的历史 从这个信念过程当中 我发觉跳绳它是手脚的一种配合 可以养成全身的协调的活动 那它透过跳绳可以信念它 专注 判断 国节的判断 还有要意志力 那团体来团体的那个发誓来讲 必须要培养它有节奏感 而且要团体合作 所以它可以培养很多的 互助团结合作的这种精神 专注意志力的培养 我常常说练跳绳的学生 他如果用在其他的地方的话 他也一定会有影响他的这种专注力 在学业上面的帮助也很大 跳绳这个运动 可以帮协同学生 帮助他 补助他长高 可以信念他头脑的一种 发展的能力 当天精彩完美的演出 不但获得全场观众热烈的喝彩声 许多小胞更感动的都红了眼眶 而演出的青少年对第一站能有好的表现 除了自己开心外 也对团员之间默契十足的搭配表示欣慰 我是西远国小提建队 我今天表演的财务是提建 然后我想跟爸爸妈妈讲说 我在这边很开心很快乐 他们不用担心 然后今天能在这边表演我很开心 因为我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出国防业 我也很庆幸能够参加这个团队 看到大家都表演得那么好 我觉得很欣慰 很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都一起团队和乐 才有今天的表演 我们是宏大国中的跳绳队 有嘉宁 后来经典国三从小五五升上来之后 一路觉得很辛苦 可是今天休士队地站 我们的地站 我觉得我们的收获很大 因为很多观众都给我们很大的掌声 后来第一次表演我也觉得很惊艳 就没想到我们食物还蛮少的 后来 美国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这次访问团的20多位学生 在休士顿停留期间 访问了休士顿独立学区 休士顿市政府等主流机构 将原本许多负面的印象 在这次结束行程后 有了很大的转变 团长曾灿金也在当天演出最后 对政府驻外单位及侨胞大力协助表示感谢 这次来到美国我以为美国人就是会很可怕 但是从这次表演来说我觉得美国人就是都很热情 大家好我是五星国小正康便宜扯林队 然后这次我来美国学到很多东西 你一开始以为美国人都长得很高很壮 可是你看就觉得美国人里面没有很可怕 那这一次的节目表演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侨胞 他们给我们大力的这样一个资源 给我们协助 而且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地 让我们孩子有发挥的一个空间 跟潜力的发挥到最高级点